好的,小卢,您好,再次很高兴见到你 很高兴见到你 在网上见面感觉这个距离并不遥远 是啊,好像跨越了太平洋 是啊,是啊 你在澳大利亚,我在英国跨越了太平洋 您看一下您的这个毕业作品 这是您的毕业作品 对,这是我的毕业作品对话装置 当时是发在美术杂志的封底 你看上次写的是销路这家美院本科毕业生对话 他那个时候说实在还不太知道装置这个词用的是综合材料 然后知道老师写的是汪承意真身天湖真语 这是哪一年 这是1988年 1988年 哇,这是也挺震撼的 挺震撼这件作品 现在看都很震撼 是吗,现在怎么说呢 这个 35年了 34年,我查了34年吧 34是吧 到89年是34 到88年应该35 到88年35年了,对对对 所以我这个装饰当时做完以后 在油画线还是挺轰动的一件作品 我上一次讲到万曼对我当代艺术的影响 我再提一下 其实那个时候我曾经问过万曼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是艺术 因为我觉得自己虽然上了附中又上了大学 但是对艺术这个事还是很迷茫的一件事 他当时回答我的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因为他当时说的特别简单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了很多哲学书 啊,关艺术书都把艺术做得很玄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说艺术就是用一切手段去表达 你想要说的事 可以用一切手段 因为我当时心里特别落差 特别,我说就这么简单 他说我现在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后来我现在经历了那么多 然后回过台来 我想起万曼这句话 我觉得他,我至今很多时候 一直觉得这句话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 对做艺术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在做艺术上 其实很多时候 你看我最早是做装置 其实那个时候做完装置以后要打枪 当时连行为这个事都搞不清楚 当时不知道 我当时好像 因为我当时在大学附中的是 人不在状态里 因为我那个 那个个人生活搞得我非常颓废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其实很多事不上心的 你知道吧 然后呢 我当时我印象中 我连行为艺术这个词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吧 装置就更不知道了 你知道吧 他们叫我 就我只知道了万万叫我做用材料 你知道吧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 那个时候虽然很多名词不知道 八十年代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做艺术至今 有一点就是非常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 就是我一定要我找到我内心想说的那个点 这是我做艺术的 任何时候我做艺术的一个初衷 所以呢 这件艺术 你说从形式感来看 一男一女对话 然后中间那个电话亭就荡在那个地方 其实这个从当时我做这个作品的形式感来说 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男女情感对话的不同 然后我觉得后来这件作品当然是88年打枪 没打成89年在中国美术馆打了 然后89年正好又遇到六四天安门事件 所以他这一枪的解读就变得非常的多元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艺术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艺术家他为什么做作品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是作品的另外一部分 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研究者或者去我们现在已经八九大展到现在已经34年回过头来 我觉得去看一些作品 我觉得应该客观的去面对一些事情 而不是一些喊口号啊 就是一些概念的东西 而且就是说把一些东西就是简单化 我觉得一个作品 他是跟一个人 他艺术家做一个作品产生一个作品 他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上一次我谈到了我的个人的经历情感经历 然后我觉得这个作品呢 就是说从当时我的状态 就是一个在情感里出不来的一个女人 其实我觉得这件作品当时做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种 他是一种反抗吧 反抗的他是出于一种 因为我正好是正好是做了一个艺术这个手段 去面对了这个事情 如果换了一个普通的人 我不知道会不会拿把枪去把那个老头给杀了 就是说艺术家他可能他会转换的一个形式 用枪去发泄一个东西 这个情绪 也许这是艺术家的运气 你知道吧 他有的时候做艺术 他可能把你的情绪可以转换 你知道吧 所以呢我觉得我在这个作品里边呢 这个情绪是非常饱满的 所以我非常清楚 我为什么做这个作品 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作品 一直有作者权的那个争议 所以我一直谈这个作品 我说你们不管这个作品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说到打枪那一点为止 是不是作品已经完成了 好那我们就捋一下到打枪那一点为止 一个创作者他所进行的那些步骤 是不是符合一个作者应该有的一个概念 首先这个作品 为什么这个作品是情感的经历 我这个作品的形式感 你从这个不要去谈不认识我 你就看这个作品本身的形式感 形式跟内容是要匹配的 你知道吧 他就是一个男女对话 情感对话 然后装置是1988年 我毕业的一件作品 这个美术杂志封底已经登了 这个是有文献的依据的 然后呢 这个装置 然后这个想法 想法是我跟宋建明的一次谈话中产生的 当然我说过多少遍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给我提意见 前两天那个断练还跟我说 有一个什么外国人跟我说 什么背后放掉 我都想都不想 想不起来这个人跟我提的一个建议 就可想而知 其实当时很多人看了我这个作品 都给我提过建议 但是为什么我根本就没记住 或者就没往心里去 我觉得就是宋建明老师 当时跟我说的那个枪声 打枪这个念头 为什么我一直挥之不去 一直到89年 还想打他一定的内心 就跟我创作这个作品的原发点有关系 所以呢 好 装置 这个原始的想法 装置是我的 我完成了 然后这个在实施过程中 是不是要借枪 是不是 我在88年曾经借过一次枪 当然没成功 89年 我很运气 我通过一个朋友 我当时北京的一个朋友借到了枪 好 这个就是借枪这个过程也是我完成了 然后一个行为艺术 最重要的是实施 那张照片 还有视频 我昨天为什么在Instagram发了那个视频了 一个行为艺术的执行 实施 一定要有照片和视频 这两点我非常感谢温普林 记录了这关键的一刻 否则的话 我真的说不清楚了 好 行为实施也是我做的 然后打枪 到打枪那一点 盛琴你觉得作者是不是完成了他一个创作者所有的过程 完全同意 作者是不是成立了到这个时候 成立了 这作品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至于说打枪以后发生的所有的问题 我一会会说 他跟这个作者权已经没有关系了 而且打枪以后 纽约时报是 我们开幕式是1989年2月5号 纽约时报是1989年2月6号就刊登了这个展览的消息 非常清楚的一张图片 然后写的是 而我女的她 她的作品 然后是2月13号 华盛顿邮报登的那个 关于这个展览的消息 也是写的萧鲁 艺术家萧鲁怎么怎么 然后3月10应该是13号还是什么 我大概查一下 3月份 时代周刊也登了这个展览的消息 也写的只有萧鲁 这个名字 因为她要写这个事情 一定要写这个作品 我觉得西方的大报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周刊 她针对这个事情的报道 她一定会去考证这个作者是谁 她只写了萧鲁 没有写唐颂 对吧 好 我这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提到这个唐颂 因为我这个事情 有一个作者权的问题 作者权的问题 到今天还有争议 所以我一会会 针对这个作者权会谈的 好 我先谈一下我参加八九大展 这个作品怎么被选上的 说是在我当时大学毕业了 我就分到上海油画雕塑院 分到上海油画雕塑院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作品 因为我当时在美院 八五星朝那个时候 有很多那些比较火的艺术家 跟那些策展人关系都很好 但我跟他们都不认识 然后呢 我运气就是我这件作品 不但登在美术杂志上 还登在我们浙江美院的 一个新美术的封二上 然后我们美术 我们美术学院有个叫张建 当时是国画系的 他留校里 他办了一个叫强 那个一个美术报叫强 还是就是当时我们浙美 比较有先锋意义的一个报纸 他跟那些当时那种 八五星朝的那些人都很熟 然后呢 他们不是要开黄山会议呢 黄山会议呢 就跟张建说 你带一些你们浙江的作品 来到我们这个黄山会议上来放 然后张建呢 当时就到那个新美术 因为我这个杂志 我那个新美术登过嘛 到新美术 因为我那个作品 可能在那届毕业展览上 还是比较出挑的 所以张建呢 就想到我这件作品 他就 他自己就把这个作品 带着就去黄山会议了 在黄山会议上 他就放那个换灯的时候 他说那个当时一边放 一边那些策展人就订 这个事 这个就选上 就当时就一边看换灯 一边选作品 我这个作品呢 可能当时在美术杂志 封底登过 所以呢 我估计那些理论家 可能对我这个作品 还有点印象 所以就这么选上了 我在上海游雕院 接到陆续通知书的时候 我还挺吃惊的 就是这个作品 其实也不是我自己送的 就是张建帮我送的 所以我就选上了 选上以后呢 当然我就是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 第一次参加 刚刚一毕业 我那个时候刚刚88年毕业 89年就参加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展览 其实我还是 有一点成黄成 我挺兴奋的 挺高兴的 而且我就觉得 哎呦我 这还是有点挺当回事的 其实我 我觉得现在事后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这个人可能啊 对一些 有些 我觉得很多女性 艺术家都会有这个问题 对名利心没太强 你知道吧 所以呢 我当时 就是到了北京以后嘛 我所以因为我才会犯了这个错误啊 因为我这是后话才跟你们说 后来我到了北京以后 去那个参加这个展览 参加这个展览以后呢 我当时是 尹双喜接待我的 尹双喜当时我记得 我们那个所有参加展览的人 我把这个展览寄到那个北京嘛 每个人还要交一百块钱报名费的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是交了一百 尹双喜还跟你说 说你们浙江 浙美 第一个来的是一个女的 然后我这个展览就不展嘛 不展你看前面那个灰色的那个砖 你看我第一次在那个浙美展的时候 那个砖是黑色的砖 但展完以后那个砖就没了 所以我到了北京以后 我说要找砖 是尹双喜跟我说 美术馆前面那个正在 铺地的那个砖 你去你到晚上去偷点 以后的你跟那个工人说 能不能借你点 所以我就 我还是跟工人说了 他就给了我几块砖 所以就是美术馆正好 那个地方在铺砖 这个砖是尹双喜 叫我去找的 然后当时呢 我就因为这个戒不戒招枪 我心里没底嘛 然后我就跟一个 我从小教他画画的一个朋友 因为我知道他有一把枪 我就问他行不行 他当时也就说行啊 他说的 他说如果你想借我这把 借的话 你头一天给我打个电话 我就给你 所以呢这个枪 打不打 借不借 全是在我 其实行为艺术 最后做不做 一念车杀 是在做之前那一刻 因为行为艺术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改变方案的 你知道吗 你也可以打 你也可以不打的 所以呢 这一枪呢 我决定打呢 的确是 那天晚上 我真的在床上翻转了很长时间 最后让我决定借这把枪的 真的是我的那些经历 让我义无反顾的 想去干这件事 因为一个人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打这枪 它是还是需要勇气的 你知道吧 它更主要的 它是要内心的一种仇恨 你知道吗 那种仇恨到一定的时候 它是会去找一种出气口的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就是我 我的那天晚上 我就是翻腾了半天 我是决定了 给他打了这个电话 打了这个电话呢 因为我有过一次 在那个88年 借不到枪这个经历呢 所以我89年那天早上呢 到美术馆的时候 我真的哪儿也没去 美术馆那个旁边 不是有一排椅子 我就坐在那个椅子 其实我去的很早 但去的很早呢 借我枪的那个人呢 十点半才来 他很晚才来 所以我哪儿也没去 其实九点多钟 那个高明 他们那个开幕式 我都没进去 所以我就一直在 美术馆的广场上等 我两眼就盯着那个入口 我就怕错过了 因为我有过88年 错过的经历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 你怎么可能去找一个人呢 所以我就在89年的时候 就一直盯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在广场上呢 见了两个人 一个是侯汉如 我侯汉如 我怎么会去找他的呢 因为当时实际上 我还是很简单的 我如果认识很多策展人 我是要把这个想法 跟他们说的 因为我大学毕业 我还是一个挺规矩的学生 我其实脑子 没那么多想法 我就是做作品的一个状态 我做作品是很投入的状态 其实我对那些 其实当代很多 怎么说观念啊 理论啊 或者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想的不太多 我是一个在做作品的时候 非常投入状态的一个女人 就像我谈恋爱 有的时候也很投入的 然后呢我就 就侯汉如我是在八九大展之前 万曼在马克西姆餐厅 因为那个宋怀贵 不是当时万曼的那个 那个夫人宋怀贵 在马克西姆餐厅呢 请我吃饭 然后饭桌上就介绍 这是侯汉如 是你们八九大展的一个 什么组织者啊什么 我就跟他有一面之交 一面之交呢 我在广场上等的时候呢 我登登登 我就就跟侯汉如说了 我说我有个想法 我那时候就是做学生 其实也没想太多 我觉得有一个想法 还是要跟侧展上 因为我不认识 我要是认识的那些什么 高明度这些说不定的 也会说 但是我不认识 我所以说 那个侯汉如往那一走 我还是跟侯汉如说了这样 侯汉如当时我印象中 他说 我现在忙着呢 待会再说 就把我打发走了 其实后来呢 事后我曾经问过侯汉如 我说你当时 我跟你说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当时把我打发走了 他说我当时 你不知道开幕式上 不是当时开幕式上 好多人做行为吗 反正事出了很多 说他说当时 开幕式上出了好多事 他说我对你呢 他说 他说好像没走心 你跟我说 一直到枪响以后 侯汉如说突然间想起来了 哎呀 曾经有一个女的女孩 在广场上跟我说枪 所以他就是反应的是 后来有反应 如果他当时有反应的话 非常重视我的话 没准这枪就没了 还有一个 我当时如果认识 很多八九大展的那些 理论家呀 跟他们说呀 也许这枪也没了 所以我觉得历史是 是一种巧合 它是一种机缘巧合 一个女的对吧 然后他又不是那个 认识那么多人 又没什么名对吧 然后参加 第一次参加那个大展 然后他又有一场 那个这种情感的那种 说不出来的经历想的那种 这种状态 所以各种东西 我的时候有一根筋嘛 我想打枪是 是另外一条线在支撑我走的 你知道吧 所以呢我就 跟侯汉如说了 侯汉如没反应过来 所以他 侯汉如应该在 无意识中 成全了我这一枪 还有当时呢 我在广场上呢 就是我看到 我当时有个副中同学 叫居毅 居毅当时在拿着那个摄像机 在广场上拍 拍那个 拍摄影吧 因为后来不是 我才知道 居毅跟那个温普林 他们那天都在 现代艺术大展 拍很多那个 拍很多录像 但是我不认识温普林 我认识居毅 我当时他真的多了一根心 我就跑去跟居毅说 我说居毅 待会儿我可能有个事 要打枪 然后我说 你能不能帮我 记录一下这个行为 他说好啊好啊 反正他说 你要做的时候 你跟我说一声 我有几个人拍片子 给你拉到那个 现场上去 给你拍下来 所以呢 我就是这个事 跟居毅说我了 然后其他时候 真的我哪儿也没去 我就在广场里待着 然后两眼就直钉钉的 钉在那个 盯着那个 门口 门口 门口当上 然后呢 盯着门口呢 然后 我觉得应该是 十点多钟吧 然后那个 借我枪的李松松 然后就把枪给我 我记得还 给我枪以后 到美术馆旁边 那个一个长廊里面 还教我怎么打枪 我还真不知道 他给我放了三发子弹 我当时打了两发子弹 最后一发子弹 在我身上 一直都晃悠了 那么长时间挺危险的 我告诉你 然后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会不会打枪 我说还好当时 我说我们当时 大学的时候 不是有军训吗 军训的时候 不是都有手枪 那个射击吗 我练过 我练过 所以我说我军训的时候 打过 我说应该没问题 我说就打呗 我说的 反正就是那时候 李松松就给我 教我 教我怎么 这个 稍微动而两下 然后我就 我就去找居域了 居域 我这个满大街 满美术 不是满大街 美术馆就东找去 找居域 把居域找来了 找来以后 他们就把那个 好像那个摄像啊 什么都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 唐宋到了 我这个地方 说一下唐宋 因为我这个作品 后来有一个 作者权的纠纷 就是这个作品 变成了 最早是变成 唐宋小鲁的名字 你知道吧 这个作者权的纠纷 一直是到2004年 我才公开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刚才我已经说的很清楚 到打枪那一点为止 那么清楚的一个作者 之后 为什么会出现了 这么多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 到今天回头来看 也测试了 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 许多问题 真的 我现在就真的 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 他因为一件事情 是要通过一件事情去看 折射出一些问题 所有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他的那种反应 所以呢 我经历了这个 争作者权的这个经历 给我人生的 的体验 可能是更强 我觉得当时八九年 打这一枪 可能 那个时候比较简单 就是个人情感的那种遭遇 要一种倾泻 然后要去发泄 然后要去 一种反抗吧 还是有一种反抗 或者是对自己的不满 一种反抗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打完这一枪以后 我给那个 跟我年轻时候 有过新关系的 那个老头打过电话 我当时就说 你听到这一枪了 其实我就是说 当时就是有一种发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这一枪 好像就是 打完以后 或是一种发泄了一种情绪吧 但是呢 正是因为我做这件作品的 内心的那种 最深层次的东西 太无法起始了以后 就导致我 后面打完枪以后 出现了一系列物体 好 我就是匆匆打枪的一点 我已经这个作者完成了 然后 当时呢 就是说我 打枪之前 唐宋到现场了 唐宋到现场以后呢 那个 然后我就打枪 打完枪之后呢 因为我跟他 还要说一下 我跟他两个人 都是从哲美 他比我小一届 他是国画系的 我应该是 在 好像是 毕业以后 我才跟他认识的 然后就是 我去杭州 去运作品的时候 跟他见过一面 在那个杭州的一个酒吧 所以我跟他说过 这个 这件作品 所以他知道我这件作品 所以他是知情的 知道我这件作品 但是后来接到枪以后 最后弄到枪 这都是我自己的事 就是我们两个是 到了北京以后 其实 他到了北京以后 他曾经有一个想法 想去什么 去弄救护车 什么 他就张罗那些事 但他没弄到救护枪 所以那天早上 我也问他 你那弄到没有 他说他没弄到 挺扫心的 这个不管是他的事 所以在这打枪之前 是他的作品 我的作品很清楚 他曾经也给我出过主意 什么 那个电话厅后面 放一个红布啊什么 我都没拒绝 因为拒绝了 因为我当时觉得 这个作品是我的 跟他也没关系 所以呢 这个 他是知情 只能说知情 但是他根本就说 跟这个作者没关系 然后我打完枪以后呢 就是录像上也看到 我从左面跟他一块出去 然后枪是在我手里 其实 然后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我从那个 现场往左边走以后 后来听说是 公安局长都在现场 是我听他们大展的人说 然后我就看见 有几个人 哗的就过来了 枪是我打的 为什么抓他 所以这个事情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社会的共识 觉得打枪的 一定是男人干 女人不会干这事的 所以包括警察 都是第一时间判断错误 我跟他一块走 他们是听到枪的方向 这个判断对的 然后从这个 哪个方向出来 他们也对的 但是 没有看到我打枪 所以呢 他们第一直觉 判断是旁边这个男的干 几个人 啪的一下 就把唐颂铺在地上 我当时就 一看就傻了 然后后来唐颂 不是从台阶上 往下走 有一张照片 就是因为他被抓了 就是警察把他铺下来 给他抓走了 所以这张照片 就一直是说 说是他是作者 这张照片 就是说是一个误抓 不能作为作者成立 所以我一直要说 打枪之后发生的事 这是第一个证明唐颂 是作者的一个证据 这个不是 好 然后呢 我这个枪当时在我身上 我就拿了 我穿了一个大衣 你看我打枪 是拿着个大衣 穿了个大衣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 我拿着枪以后 我就当时八九大战 有个东南西北的 一个黑盒子 在那个展厅的中间 我刺手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当时就是那个 东南西北那几个作者 就问他说 小路小路 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什么什么 我说是啊 是啊 我说的那个 我说那个 我说我一个哥们 那个被抓了 他说的 我觉得出事 我这枪出事了 我当时 然后他说 你想干嘛 我说我现在这个枪 我得还给人家 我第一个印象 我得把枪还了 对吧 我说你们能不能把我 护送出去 我说我正门 肯定是出不了了 我说我从后门走 他说行啊 然后那几个人 就用了大衣啊 然后就把我围在里头 登登登登 就从后门 然后我就 出了美术馆 出了美术馆 我就把枪还了 枪还了以后呢 我就跑到那个美术馆 对面有个百花 美术用品商店 那时候我就看到 美术馆的大门 给关上了 那警车 嗚嗚就来了 那我 然后 然后我就 我看到张宋被抓走了 然后呢 我 我就当时就懵了 我是觉得 哎哟 你知道吧 人吧 特别奇怪 人在 出了一件大事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吧 他有种 就是逃避 这事跟我有没有关系 他有种 有一种 说经常会现场出现很多状况的 我现在以我现在的经验去去应对很多状况 我真的非常自如了 但那个时候我第一件作品 我而且是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什么 我当时脑子就嗡嗡的就是 然后我记得当时 那个百花用品商店有一个公共汽车吗 我当时就是人到时候想不清楚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干什么 就坐上那辆车想逃 也想跑 我就坐上那辆车子 然后那坐那车子呢 公共汽车呢 就到终点 然后每次到终点 那个票员就说你下车了 然后我下了以后我又上了 然后那个车呢 每次又回来又可以经过美术馆 然后我这么一次次经过 我就发现开始美术馆是很多很多人啊 那个门关上来都在里头 我快到 我是那个十一点多钟打的枪 我是四点钟自首的 你想我在那晃了多久了在外头 然后我就发现最后我就再回到几次 在这个美术馆门口看的话 我发现那个美术馆 人全部给赶出去了 那个横幅也全部没了 哎呦我 然后我突然反应一个事 哎呀这事是我干的 我再怎么干吧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 好汉做事好汉当吧 我这个逃不是个事 你知道吧 躲来躲去不是个事 我得去面对这个事 所以呢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反应过来 这事跟我有关系 现在美术馆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跟我有关系 我反应过来 所以我要去自首了 所以我就 我就下了公共汽车 下了公共汽车呢 我就去那个 我就去那个美术馆 去美术馆呢 去美术馆我就跟那个门口那个人说 我说我是小鲁 我说要自首 我说 我说你们现在美术馆发生了很多这么多事 是跟我有关系的 我说我觉得是跟我早上那墙有关系的 然后他说你把我轰出去了 那个当兵的 搞什么搞的 这帮搞艺术的乱七八糟 反正就哭了 然后我就远远的看到那个所有的策展人都在那台阶上走 其实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只认识侯汉儒 我就大叫 我说侯汉儒 我是小鲁 怎么一叫侯汉儒看到我了 他大概是 他跟那个警察说了 这个小鲁就在门口 让他进来 然后大概他们那时候都不滑稽嘛 不滑稽就到了那个门口 然后就说 哎呀小鲁 大概是肯定是 然后我就进去了 我当时我记得我一个人走过空荡荡的广场 然后走上台阶 所有的策展人的眼睛都盯着我看 哎呦 我当时反正就是觉得 反正就是认了 这事肯定跟我有关系 就认了 发生什么我都认了 然后我就进去了 进了进间房间 看到那个房间里 全是警察 都是拿着枪啊 都是那个 都是很吓人的那个警察在那站着 然后有一个便衣就坐到我边上 然后他就特别和爱可情 那便衣其实是棍儿最大的 他说的小鲁 他说的 我们现在 就是 其实他们最关系的那个枪在哪 他就问 你现在怎么样 那怎么样 那枪是你打的吧 我就承认了 枪是我打的 哦是你打的 那打完以后呢 枪在哪啊 就问我 我说枪已经还了 啊 还给谁了呢 我就这时候坦白了 我说还给谁了 哦没有 在说之前 我当时特别紧张了 我说 我说 我说叔叔 你能不能把这屋子里的 所有的警察给我轰出去 我说 看着他们神的话 我都害怕 我不敢说 然后他就一挥手 就把那些警察全滚出去 就我跟他两个人的说 我就跟他说了 二 然后这个特和艾克清的一个叔叔 说 哎呀 那是这样的 你跟我叔叔走一趟吧 我说 好啊 然后他就给我带上一个 当时一个小轿车 然后就 骑上就把我送到一个看搜索去了 然后看搜索呢 我就进去 我记得就是搜身啊 什么花鸭呀 什么就在那等啊 等完之后 又送到另外一个 一个看搜索 另外一个看搜索 也是审啊 什么就是 反正倒来倒去 就是审那些 那些事吧 我那时候也就如实说了 就是 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地步就如实说了 我就发现那个 审查我的那个 那个警官特别有意思 一次一次的跟问我 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是中央美业附中毕业的 然后又上了浙江美院 画画的 还是画油画的 这个画画跟打枪有啥关系 你现在做的这个事 跟你学着艺术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他审的时候有点偏提要 根本不是在审案早 后来我说 这个警官 你问我这个 为什么了 结果他说 我儿子现在学画 他说 我怕这个 这个学艺术 学到最后干这种事 我得搞明白 你是这个脑子 是怎么思维的 就是 哎呀 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 当时这个警官 给我留下这个印象 就是他儿子在学画 然后呢 审完以后 他说 哎呀 他说 你现在这个案子呢 你创了这么大的祸呀 他说 今年大年三十啊 他说 你知道我们 你这个事 我们惊动了 整个北京市公安局啊 他说 大年三十 搞得我们 上上下下都没得安定 都没休息啊 为了你这个事 你得在我们这待两天 我说 我知道 我说 肯定犯了错误了 你怎么着都行吧 然后 我就出来了 然后出来以后 他就给我手铐着 那个手 说要铐着 就铐着就出去了 然后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在 在那个走廊里 然后我从这边走 然后唐松就从那边走 他也铐着手 哎 我觉得吧 其实 在那走廊里 跟他那见面的感觉啊 特别 我觉得以前吧 那个 什么 那个新厂婚礼啊 那革命 那个江姐啊 许云峰的电影 看多了 觉得那种革命的 浪漫主义情怀啊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特别合适啊 然后我觉得 反正有一种 特别的那种情绪 看了他感觉特别 就两个人都是 靠着手铐嘛 那时候 所以我就好像 进入另外一个状态了 就是 有点那种 恋爱 就是有点 感觉跟这个男的 有一种情绪上 挺好的一种状态 然后就是在走廊里 我觉得印象很深 在走廊里 就这么面对面 都戴着手铐 见了面 然后相对一笑 然后我就进了女老的 进了男的 然后呢 那个就不知道了 然后我进的那个牢房 房间不大 很小 就有两个女犯 在里边 然后但是那个虽然小 但是他那个厕所就在里边 所以很臭你知道 然后大年三十不是吃饺子吗 吃饺子以后 他们就不让我 说你刚刚进来 你没饿过 我们在里边天天饿的 所以就把我那份饺子 全部给我抢光了 我当时大年三十是饿了一晚 饿了一晚上 没得吃的 然后我就 当天晚上 然后很晚了 我觉得 因为那里边是黑乎乎 也没穿过 也不知道什么 然后突然之间 我们那个有个窗户上 有个小门 那个门突然间就开了 还有一个一个都是老头 就是那个来看我 一个一个老头看我 每个人就这么看着 支支点点说 就你啊 就你开的枪啊 怎么怎么怎么 反正我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 好像就跟看动物一样的 就这么看我 然后的第二天呢 那个监狱里边的 那个看守就把我叫去了 好像对我态度挺好的 说你是什么人 他说 我们这个监狱看守所 从来没有来过 这么大的官啊 昨天晚上 上上下下的 都是那个 北京那个 那个公安局的高官都来了 他们都要看看 这打枪的女人 长 女人长什么样 然后说你你到底是怎么 会干了什么事 惊动了这么大的人 然后我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我昨天晚上 反正是看到很多人来看我 我就说不知道 他们是干什么 所以第二天 好像那个 他们那个看守所 对我好了一点 然后就给了我们一副 扑克牌 说小伯 你就玩扑克牌吧 打发时间 说可能要几天 但是那要多长天 我不知道 你就带着吧 就给了我们一副扑克牌 然后呢 好像就 我就跟他说 那个 同屋的两个人 第一天饿的 我给我吃嘛 然后他就把他们训了一下 第二天 他们就不敢 不敢分我的 那个食物了 所以那两个人 可能给那个 警察那个 里边的人说过 要对我好一点 所以他们对我挺好的 就天天跟我那个 玩扑克牌 还陪着我玩 然后我印象挺深的 就是有一个 一个监狱 那个关在里边的人 就是因为他问我 他说你身上有钱吗 我说有钱呢 怎么了 因为当时大概 我身上还有点钱 那个 然后他说的 他说我看一下钱 什么样子 我说你要看钱干什么 他说我是因为是 贪污罪金来的 所以我想看看 钱 然后呢 我大概是关了三天 第四天就出去了 第四天出去呢 就跟唐松 当然一块出去了 我们两个一块放了 后来我出来以后 我才知道 我们这个事呢 其实我当时就是 这个事其实惊动了中央了 第二天 叫胡启力 就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就到中国美术馆 那高明露跟我说的 来调查这个事情了 然后你知道 当时我打枪的时候 正好是春节吗 春节的时候 就是政治局常委 好多都去放假了嘛 当时是胡启力当办 所以他们说 我很运气 就是我正好 犯事的时候 是胡启力当办 他们说 你当时 如果是乔什当办的话 他们说这个 换了其他人当办的话 也许处理的 就会严一点了 就是当时我 这个 我打枪的时间点呢 是胡启力处理这个事情 胡启力当时在中央 是属于相对开明的 好多人说是因为 我爸爸的关系 才给我放了 我爸爸根本当时 救不了我了 这个事 杭州的一个小官 根本没什么 这个事已经到了中央级别了 而且就是说 当天晚上 美国之音就广布了 你想 我二月五号打的枪 二月六号 纽约时报就播了 就登了 就是Her Work 所以这个消息就是说 世界最大的四个大媒体 法新社 什么那个美联社 那个路透社 反正他们说四大媒体 全部播了这个行为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下子全世界就知道了 所以他们当时 可能处理的方式 就是说 想把这个事 一直知道 当代艺术这些人 也挺能折腾事的嘛 就想把这个事 大事化小 小事化两 就把它 就是弱化处理 所以呢 就是 把我们也放了 然后也 美术馆又开了 当时中间还有那个 刘安平说 那个炸弹 他说炸弹的事 又灌了一次 又开了一次 这中间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这个事呢 就等于说 他是 就是等于说 化小处理 然后我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我记得印象呢 我跟唐宋就去了美术馆 门口就遇到那个 菲大为 菲大为当时就说 哎呀 你们可出名了 现在全世界都这么 反正就跟我们说 这个全世界都报的 之声 反正 然后我们就进去 看了那个 看了那个作品 然后 当时就是老力 见到我们 老力就说 哎呀 今天晚上到美术 报来一下 因为老力其实跟 唐宋是认识的 然后我说 反正就是这个事就不 我当时其实状态有点 跟唐宋就是 这个感觉进去了 有点进去了 然后呢 那天晚上呢 就去美术报了 美术报我 我这个人有一个 头痛的病 就是 就是遇到事紧张 他就头痛 也许是我 就是不敢面对这个事 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当时 是处于两个状态 一个状态就是 所有的人都要面对 我说这个作品 我害怕 还有一个呢 就是好像这个 唐宋又是有一种 另外一种东西 就是两个东西 在我身上发生了 一种 一种事情 我在躲避一个 什么东西 然后那天晚上 在中国美术报 我头 真的头痛了 然后老力就给我安排 在旁边一个房间 就给我一张床上 就在那睡觉 他说你睡吧 然后唐宋跟老力 谈了一个晚上 他们怎么谈的 我不知道 我相信这次谈话 一定让老力 觉得 唐宋是这个作者 因为我后来 问过老力很多次 那天晚上 只说什么 他都不肯告诉我 好 谈完之后 第二天 我们就去了 中央美院 中央美院呢 有一张照片 可能在这个网上 经常有 唐宋在侃侃而谈 我低的头 其实那张照片 是非常真实的 体现了我当时的状态 如果是一个作者 面对别人 问我这件作品 我不可能 就是这种表情 低头 感觉犯了天大的错误 其实就是一个 不敢面对的一个东西 唐宋在那儿 就是那种 好像是一个作者 在那儿谈 其实他谈什么 他可能对我并不重要 可能就是 当时在美术馆的时候 很多时候 面对外界的时候 唐宋发现 我不敢说这个作品 他一直在说 所以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他已经观察到 我对这个作品的 一个反应了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他之所以能成为 这个作者的一个原因 也应该是我 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 应该我承认 是我无法面对 我为什么做这件作品 然后再说到那天 就是到了中央美院 然后在那个 应该在杨军的一个宿舍里边 看这件作品 那个有一张照片记录的 然后当天晚上 我们就在中央美院 我当时跟杨军说 给我找两个房间 我们今天晚上在中央美国 杨军回来说 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是一对了 说说干嘛呀 你装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们还真的没什么关系 只是说有一种感觉吧 只能说 但是他就给我一间宿舍 其实那天晚上好了 好了以后就回 回那个第二天 第二天是高明路 高明路来找我们参加研讨会 其实我当时呢 如果是去参加那个研讨会 那些理论家要逼着我说什么 也许我也能说出一点这 然后呢 唐宋就说 他说我们现在太出风头了 不要就参加研讨会了 然后他说 我帮你写一个什么东西 他说我们写一个东西吧 我当时说我写什么 我当时脑子根本不在状态 我说我写什么 我也不会写 然后他说我帮你写吧 然后他就那个 当时不是一直 后来说我们两个写了一个东西吗 那是唐宋写的 然后我就签了名 他就给那个人 后来他也签了名了 就给了那个东西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在这个状态里边 就刚刚又跟他发生了关系 然后呢 好像进入了一种爱情的状态 然后我就 我就跟他回杭州了 之后发生的事 我好像就这个世界跟我 就是 我就像忘了这件作品一样 我不敢面对这件作品 然后呢 就是觉得 哎呦 感觉自己好像 我觉得很兴奋的 我通过这件作品 找到了一份爱情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有男朋友 所以我到杭州以后呢 我就 第一件事跟那个男朋友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发生关系 我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 我就跟那个男朋友说 我说我跟他 我跟你分身 其实当时我妈妈挺敏感 我妈妈当时看了我以后 她说 他说唐宋不是爱你 是爱上你这一枪了 因为这个这一枪是后来的事情 是当时我跟他好了以后呢 是 是二月份 对吧 然后 应该到十一月份 美术报 登出来以后 这个作品就变成 唐宋 这种削弱 当时实际上 从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这一段时间呢 我跟他就属于 就进入热恋状态 就是整个进去 进去以后呢 你知道女人有的时候 在爱情中 是属于一种 非常傻 而且有点 完全非理性的一种状态 其实当时我看到了 那个美术报 是有点吃惊的 因为毕竟 我跟他 他跟老力说什么 我不知道 那写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我当时就 就顾着谈恋爱了 但是这作品 是我还是知道的 这写成唐宋 我说这作品 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知道唐宋 当时一句话 我觉得在那个 那种状态下 那句话 我觉得是 感觉是对的 他说爱是不分你我的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我当时因为跟他 正好是属于 这个热恋 这个状态 我就没去追究 这个事 然后我妈妈看到 拿了那张报纸 就告诉我 她说小鹿小鹿 你这个男朋友 有问题 这个作品 我知道是你的 整个这个想法 我们都知道是你的 怎么现在变成了 唐宋小鹿 她说这个男的 不是爱上你 是爱上你这一枪 我觉得其实我妈妈 是非常清醒的 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你知道 我当时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年轻时候 跟我爸爸妈妈的矛盾 然后呢 唐宋呢 他有这个经历呢 又跟他爸爸 也有矛盾 所以呢 就是我跟我妈妈 宁上 你知道吧 就是我妈妈 不同意的事 我就宁着跟他做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把我害了 其实我妈妈 当时的直觉 是非常准的 但是我就跟我 我说我愿意 我说我就愿意 你怎么着 我都愿意 所以我就等于说 这个苦果是当时 就是这么吃下来 然后呢 这个作品呢 其实我们之间是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现在 因为争作者权 我是到2003年 才争作者权 我争作者权之后 我才去找很多 当年的资料 因为我当时只知道 美术报把这个作者 全弄错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1993年 就是1993年 就是纽约时报 那个叫 Ander·索罗门 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是这篇文章 主要就是写 李献廷 把李献廷说成 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到 八九大战 他所有的艺术家 都是写真的名字 只有写到 开幕式的那个 我们那件作品 他写的是 两个艺术家 向他们的装置 开枪 这个 虽然这短短的一句话 他没写名字 两个艺术家 开枪 这本身是不可能的 照片 视频 就是一个艺术家 开枪 向他们的装置 错 因为这个装置 88年在美术杂子封底 是我的 所以我后来 争作者权的过程中 去查很多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 这个事情 从一开始 我到今天 我都不知道老力 为什么 会对这个 作者的 基本事实 去撒谎 我这个事情 对事 不对人 老力对当代艺术 是有贡献 不管怎么样 那是一个 客观的评价 我觉得这是历史的评价 针对我这件事情 我只说所罗门 写的这篇文章 他这个信息 从哪里来的 两个艺术家 向他们的装置开枪 这是第一个 第一次 在一个纽约时报上 错误 然后我2003年 真作者权 我是给那个 吴宏的美术同盟 就是开始给 李贤廷写信 给高明露写信 后来高明露 给我回信 支持我这个作者权 是认为 作者是我的 老力当时没有回信 然后到了2005年 我看到老力 接受新周刊的采访 他写到 两个人 向他们的装置开枪 两个人 又是一次 跟那个纽约时报 写的一样 两个人开枪 我觉得 当时真的 我2005年 当时正在 争作者权的时候 那个压力太大了 你知道老力 在北京的地位 是非常高 非常教父级的 是不是 然后他说 这个作品 是两个人开了枪 所以当时 我当时就跟人说 我说有照片 因为我当时还没找到 温普林的录像 然后他们说 照片是KPS的 李贤廷说 是两个人开枪 所以我当时 如果没有录像 我连这个 是谁开枪 都说不清楚 你知道吧 后来我去找到 文普林 我本来说 非常清楚 是你开的枪 怎么能说 是两个人开枪 他说一把手枪 两个人怎么开枪 对不对 然后 这个是第一 就是他们开始 是捏造最基本的事实 装置是他们的 枪是两个人开的 错 然后后来呢 因为打枪的时候 你仔细看 我打了第一枪 因为唐宋在现场说 再来一枪 所以老力就写一篇文章 说我是一个 不敢打枪的女人 是在一个男人的一声吼下 我才打了一枪 我说第一枪是我打的 你们要争这个 唐宋喊了这句话 那他是在两枪之间 是很近的 枪声这么响 现场的一个起哄的 说再来一枪 对我起到任何作用都没有 所以这是他们第二次想 就说这个作者 是因为他是作者 因为他在现场说 打枪我才敢打 老力写的文章 你们去查 之后呢 这个基本事实呢 就是基本上是在 基本 就是说因为他要作者 他是要有依据的 你知道吧 装置 他说是他们的作品 有美术杂志的封地 我想他竟然敢这么造谣 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我后来这件作品 也经历了跟很多西方大美术馆的交涉 我也给他们看一些我的基本事实 其实我的基本事实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大谈那个什么 也就是一些口号啊 什么反案啊 他们都是在谈 我觉得 就说 我真的 我经历了这个真作者权 我真的 因为我跟西方大美术馆 派特 莫玛 都跟真作者权的事 我都要跟他面对面的去 交涉这件事情 我觉得 针对基本事实 他们是非常认可 这个作者是我的 但是在中国 也有人 其实在帮我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有人在中国 但是 很多人 在反对我 我觉得 一是可能老力的这个坚持吧 坚持这个作者是 唐宋小鲁 坚持这个 是两个人开了枪 就是哪怕录像照片 那么清醒 也说是两个人开了枪 也说是他们的装置 包括唐宋在 2013年在博尔利画廊 还说是他们的装置 我觉得如果中国当代艺术 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就像现在 我们看中国 共产党很多时候 撒谎 就是基本的真相 你要面对基本的事实 如果基本事实都可以撒谎的话 这个根基 这个大厦是 是随时会塌下来的 我觉得我真作者权 这么多人反对我 最后我为什么能赢 我后来真的相信一点 真话 真相 他是能赢的 谎言 你再有权利 你再有权利的谎言 你会塌的 这是我真正的体会到 因为在真作者权的这条路上 太多的人 有权利的人反对我 不光是老力 就是他们 其实有一个共识 你知道吧 就是到最后 就是不管你这个作品 是不是你的 他们所有的焦点 都集中在 你这个女人 不应该说男人 这些东西 就像他们 就是 就是我们的院子里 那个一个搞理论的 房和天就见了 我就说 你人都是他的了 作品是他的 又怎么样 就是 就是中国其实 虽然搞当代艺术的这些人 这骨子里 其实都是一个男权的一个基因 其实我们在中国这个国土上长大了 包括我们自己 那天我听了郭真的那个 那个 后来我听一下郭真的 他说他跟古文大人那段经历 就是牺牲了 然后那种 那种 那种 中国传统女性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我也有 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中国这个环境长大的一些男男女女 他骨子里都有一个基因 就是说 他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下来的 就是 就他们说我得数了 就是说 我跟这个男的分手了 是不能说这个男人缓缓 不管事实在清楚 这个作品是你的 但是 你不能说这个男 最后他们对我所有的意见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给这个男人没有面子 所有的男人都在维护这个男人的面子 包括张培里 当着我的面说 我知道这个作品是你的 但是你赢不了 因为这个世界是男人的 男人会帮男人的 所以这句话给我太大的刺激了 后来我为什么坚持有女权的做为女权 我始终有一句话 女人要帮女人 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是男人帮男人 包括艾薇也在帮她走 所以我是顶着这些非常有权有势人的压力 我当时为什么写了这本小说 我当时在争作者权的时候 跟我同住借我枪的那个李松松 扛不住压力了 把我 我回了一次杭州 回来以后就把锁换 我就进不了房间了 他说你把老大得罪了 你在北京待不下去 你乖乖走 就北京这个地方 我把老大得罪了 我是没法生存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他顶不住家里 我可以原谅他 但是 我就知道这个环境有多么的恶劣 这个 争作者权这个精力 让我真的 就是说我那本小说 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这个时候我想起来 我的性格中有点像我妈妈 我妈妈那时候不服 一次次给中央写信 就是我爸爸的案子不服 我那个时候 我妈妈吓死了 跑到北京来说 说北京这个地方太可怕了 说 说那个 你赶快跟我回杭州 我说我不会 我现在回杭州 就他们就 他们得逞了 我不会 然后没办法 就是那时候 我就在北京 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房子 我就住下来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当时给高明路 努力向前写信的时候 我只说这件作品为了情感 我没有说为了什么情感 我那个时候 我就决定把这个事情全盘突出 把我为什么不敢其次的 那个内心世界 做了一个彻底的破戏 我觉得那个 我这个小说是写了一年半 是2004年的底 到2006年3月完成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 是我一个内心的一个梳理 我觉得人吧 是这样的 我觉得一个东西 如果你不敢去面对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在你内心 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魔 它会把你罩住 它会影响你所有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我 我这个事情是一直 满满到2002年 2002年那个时候 我跟唐宗大吵一架 他就跑掉四个月 那四个月 我觉得我有点开悟了 我那四个月 我那个时候无意中 就是翻到了 弗鲁伊德的心理学书 弗鲁伊德心理学就是说 当时他就说 很多疫症患者 他就让他们催眠 催眠以后 让他们就是内心那种 最恐惧最深层的东西 要说出来 那个时候 他这个病就好了 否则的话 他就说 你的生命中就有一个东西 就会一直威胁到你的生活 我后来我想 我跟唐宗的生活 我就一直害怕害怕 一谈到这个作品我就躲 我觉得我一直害怕害怕 就怕这件作品 明明这个作品是我的 然后要当一个作者 假作者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这个 然后人生一塌糊涂 而且那15年 我根本就不做作品 因为我没法做作品 因为我一个内心 没法面对自己的人 怎么去做作品 我就想逃避到一个 所谓的爱情里边 如果这个男的 就是给我生个孩子 就是给我一个家 我就想忘掉 我是艺术家这个身份 我都想忘记 我就想跟这个 这个我以前的世界 我不想去碰你 其实我觉得错了 其实后来我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 弗里德就说任何事情要去面对 你当你面对它 你战胜它的时候 你就战胜了这个恐惧 所以我2002年的时候 唐宗吵完架跟我说说 因为我们两个正常吵架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这个作品是我的 经常有句话就说 你这件作品是为哪个男人打的 他知道我这件作品肯定跟某个男人有关系 我一直没跟他说 我说你这么多年 一直问我这一枪为哪个男人打的 我今天告诉他 我2002年 我瞒了这么长时间 我第一次说出了 这件作品为什么做 所以就是说 这件事情在我内心造成的阴影 该有多大 所以呢 我觉得它影响了我整个的 一生的 很多事情 就是不敢面对 所以我后来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 我为什么 后来碰到再大的问题 再大的困难 我所有的采取的方法就是面对 后来我顶着多大的压力 这么多人反对我 都在帮唐宋 我真的 我一个人 其实一个小女子是非常弱的 我真的很感谢泰特美术馆的那个研究员 莫妮卡 她第一次来到我的工作室 她是做一个调查研究的一个项目 调查中国女权的状态 然后来到我工作室 然后我第一次跟她说 我其实跟很多人说 但是跟她说了以后 我觉得对我人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她在泰特的一个女性主义国际研讨会上 就把我这个事情向全世界公开了 所以我非常感谢泰特是第一个帮我的一个美术馆 而且她这个莫妮卡 她是懂中文的一个研究员 所以我当时给了她很多中文资料 所以她看了以后非常吃惊 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所以我后来 当然他们也展上了我这个作品 因为没有莫妮卡的前面的那个 做的那些研究 对我这个事情的深入调查 不会有这个结果的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后来我感觉就说 在西方 就是这些研究员 这些学者 他是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他是讲理的 你把事实放在他面前 他是讲理的 就是他们西方也说 我们可能是会对有一个事实的结论 会有争议 但是你现在真的是一个基本事实 作者的基本事实 这么清楚 而且他们 问题是他们那种谎造事实的程度 真的让他们太太吃惊了 如果是所有的东西是可以这么造谣的话 那真的对他们很多东西要质疑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咱们任何做学术研究 首先要诚实 真实 就是说一个民主国家 后来我觉得就是西方的那种民主社会 他们的那次做学问 我觉得他们可能受的教育 和他们作为这个学者的那个研究 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素质 尊重事实 不能这么造谣 因为我的这么多的文献 视频 照片 还会睁着眼睛说 他们的装置 两个人打枪 我今天在这这个地方 我只要质问 为什么 真的我一直找不到答案 后来我曾经 后来我找到一篇老历的 在2005年 给那个唐宋一个个展 写的一个前言 我可能找到了一些证据 他所说的这个中国当代艺术 就是一个江湖 你知道吧 江湖他说 江湖的非正统性 使黑社会成为可能 黑社会是什么呢 就是哥们一起 所以他 我只能找到这个答案 我觉得中国的可能当代艺术 目前还处于黑社会的江湖阶段 就是哥们 唐宋是他的哥们 所以他就死帮他 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 所以就说 如果当代艺术还叫就是 建立在认哥们的状态的话 我觉得这个学术研究的基础 是可以置疑的 后来 2001312年的时候 就是李宪廷的 应该是夫人 廖文写的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 为什么怎么认定唐宋是作者呢 他已经退了一步 他已经不像老力这样 就是在基本事实上撒谎 他已经认了这个基本事实 他说枪击对话的作者是萧鲁 枪击事件的作者是唐宋 因为李宪廷给这个作品 定义是枪击事件 那我就想问 没有这个枪击哪来的事件 这个事件有这么多 是不是所有跟事件有关的人 都可以成为作者 因为老力给这个作品 定了枪击事件 那就是就得定一个 枪击事件的作者 所以他这个理论是非常荒唐的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他作为他夫人 他去维护他丈夫的 这个东西 我无可非议 它是一个 也是当然是这个立场的问题 我就是说 所以说我这个作者权 为什么争得那么艰难 就是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势力在反对我 当然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 因为走到今天很多人的 他们的出来跟老力有关系 所以他们都得护着他 就集体都得护着这个教父 我当然我觉得他是有很多贡献 咱们事情归事情去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我这个事情上 首先在基本事实上 他伪造事实 这个作者权的事情是伪造事实 后来他们就是基本上在 我看后来就是枪数 因为我很感谢那个温普林 他后来做了一个七宗罪 他不断地在陈述这个作品是我的 因为温普林当时很生气 他说竟然说这个 这个这个打 你是两个人打枪 他觉得这个太不像话 就基本事实不能这么去违背吧 所以他我觉得温普林 还算一个有良知的一个人吧 他在这个事情上是站在我这边 帮助我一直在澄清这个 用他的视频 用七宗罪这个作品去 一次一次在美术馆放 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呢 慢慢有了一些影响 所以老力就说两个人打枪 这个事他有点不敢说了 所以才辽文说 世间艺术的作者是唐颂 最后呢 他们现在呢 就在前两天 是在北京他们搞了一个 中国当代说四十年的论坛嘛 是那个杜希云组织的嘛 然后我看了他们那个 整个的一个发的那些东西 杜希云呢说这个作品 唐宋是策划者 参与者 就策划的 我就给杜希云写了一个留言 他也没回 我说你 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 就他们为什么说他是参与者呢 就是说好像 整个一个细节就是说 好像因为我打完枪的视频 我把枪给他了 但实际上他没接到枪 就是说 我把枪给他这个细节 就是说我跟他之前 有策划这个东西 我说其实这个枪 当时我曾经想 因为我当时说打枪这个事情 我当时想象 我打枪会被别人盯上的 所以我曾经说过 打完枪一会 想把枪给谁 我曾经第一个是 找过我们单位的余继勇 所以我说我打完枪 把枪给你 然后呢 我说这样我安全点 余继勇当时想了半天 他拒绝我 我唐宋也问了 唐宋也没接枪 枪还在我手里 所以就是说 他们已经为唐宋 找这个作者的证据 已经完全没有了 就是现在就说一个 唐宋策划的 他怎么策划的 好 我看了那个廖文说的 就是说 唐宋在展览之前 跟老力说过 我们待会有些事发生 那我说 最多就是我跟他说了 这个事情 他当时也想做一个什么行为 他也没说这个具体的什么事 对不对 这个策划跟策划 包括关系 我觉得你这个 有点 有点像早期的 那个 me too运动 你知道 多少年前 这个me too运动 在好莱坞 在西方 这个me too运动 这个 风卷 这个全球的 这个女性主义 您那个 我觉得是一个早期的 而且是 孤军奋战 孤军奋战 me too是2007年吧 我这个是2004年 对 就是你在me too运动之前 就是早期的me too运动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了 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们再找时间 安排下一个 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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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现在停止录